好 錘哥出現了 我們開啟我們風敵的技能 攻防增加 防禦來到840 攻擊來到1342 這根本就是重裝的體質 敬衛的攻擊力 四下就可以抽插死錘哥了 各位自己看 1 這邊抽掉紅豆之後部署賽嗎 3 4 四下插死錘哥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錘哥的物理防禦是很高的 四下就插死了 超級可怕 再跟我說風敵不強 媽媽風敵搶翻了好不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你們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事部 危機合約作為詳細頁影片 那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按開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接下來的每部影片喔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課玩遊戲 想看無課的玩家怎麼打各種高進度 PC遊戲還有PVP的話 可能請訂閱我們內文連結名的副頻道 或者放在內文連結裡了 好哇今天是第五天了 有全新的日記圖可以打了 龍門中轉戰 那這張圖是個蠻機車的圖 原因是因為這樣的敵人組合 非常的機車 而且非常的恐怖 首先是個全新的敵人狂圖 這叫錘哥 或者叫醉漢 都沒有關係 那個錘子會打高台位 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個高台幹員 可以承受得到他兩級 基本上敲一下就快嗝屁了 敲第二下一定會死 超級可怕的一個敵人 而且他的物抗很高很高很高 再來就是我們的冲鋒哥 冲鋒哥是個很討厭的敵人 第一個他物理防禦非常的高 再來就是他只能被擋三的幹員阻擋 所以這就是限制了我們 就是算是限制了我們一個戰術 一定得用擋三的幹員去阻擋他 然後萬一我們擋三的幹員在阻擋他的時候 擋三的幹員就沒有辦法再擋其他人了 所以其他人就越過這個防線 是個很討厭的敵人 非常非常討厭衝鋒哥 所以這罐敵人組合非常的機車 所以有幾個tag千萬不要點 就很自虐 首先是第一個 就是敬衛安裝幹員的部署費用提升是3倍 據我所知 方舟有擋三甚至擋四能力的都是重裝跟敬衛 所以你點的這個tag就是給自己找死 絕對是給自己找死的 所以千萬不要點這個好不好 這個很痛苦啊 不要點這個東西 OK 你總不可能就是要用什麼 緩速腳就緩人 太不切實際了 你一定會被垂哥垂爆 再來就是這個交戰區 可同時部署的單位數量減少4次 這你要用4個幹員去掌通 你加油 基本上不要點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破壞分子 我們也不會點啦 太自虐了 就讓錘哥變超強 OK 那我們非得就點點這個 就是部署自然回背速度降低75%的3分tag 但是不要怕 因為我們現在台服登場 一個改變生態的女人 那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封敵小姐姐 哇 有了金二封敵 這關就是躺著過 這關就是殺敵回背先鋒的天堂 真的不幸 直接展示給大家看 待會直接展示給大家看好不好 好啦 OK 以上就是我們tag講解的部分 接下來直接進到我們隊伍講解的部分 以上是我使用的隊伍 那基本上很多幹員都是裝私用的 不會用到 我白爽的 真的是白爽的 好 但是有個幹員我們一定要借 那就是我們的金二封敵 一定要借金二封敵 有了金二封敵 這關躺著過 OK 那居然都帶金二封敵了 桃金娘金二 一定得帶 那如果你一號技能技能3的話 恭喜你享受一下落地開技能 多爽 真的超級爽 還有要帶上你的紅豆同學 紅豆同學在這一關是你的前期的主力 不要懷疑紅豆真的要練好不好 紅豆真的要練 現在用封敵跟配合紅豆 前期根本不會卡費 超猛的 那這一關因為有衝鋒哥的關係 所以請你把你的擋三幹員帶好帶滿 比如說什麼賽馬 星雄啊 都可以帶 那帶拉普有個好處 拉普蘭德是法傷 所以打那個物抗很高的敵人很好用 那這一關不要帶單體狙擊 不要帶任何狙擊類的幹員 因為這關敵人物抗都太高了 請帶法師 那有小羊的話就帶小羊 那有阿米亞也可以帶阿米亞 那我沒有帶阿米亞 所以我帶史度華阿德 那這一關也可以帶閃靈 閃靈 因為這關基本上都是物理傷害比較多 所以閃靈很強 OK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隊伍解析的部分 接下來直接進入我們的實戰 直接展示給大家看 這一關根本就是殺敵回背先風的天堂 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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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絕佳的封底推崩片 好 開場我們直接開二倍數 不要怕 直接二倍數開下去 那我們接下來稍微等一下下費用之後 我們部署我們的紅豆同學 讓大家看一下紅豆的強費用能力有多麼的厲害 有沒有 哇 這樣就一費了 兩費 對這根就是潛潛入障的感覺 你知道嗎 每插十一束 叮就是馬上就入障的那種感覺 真的超級爽的 然後接下來放下你的陶金娘落地開技能 超爽 真的超級無敵世界爽 好 之後部署你的封敵 接下來給各位展示一下 什麼叫做先鋒單手一路 超超級噁心的 那這個敵人交給陶金娘打沒有關係 陶金娘是攻擊力很高的先鋒 之後開啟紅豆的技能 用力開下去 用力戳下去有沒有 哇 各種搶費用 你說這關 自然迴背費用降低75% 我沒有感覺啊 因為我下了兩隻沙底迴背 先鋒加陶金娘 完全沒有感覺 好 接下來這關有個很重要的地方 先下高台幹員再下重裝 先下高台再下重裝 為什麼 因為垂哥會打高台 你要把仇恨值 放在重裝幹員身上 所以重裝幹員一定要最後一個下 很重要 好 接下來我們一樣就是 加快一下速度 讓我們的封敵去處決這邊的敵人 封敵光一個人就可以守住這一路了 超級神 好 垂哥出現 我們開啟我們封敵的技能 攻防增加 防禦來到840 攻擊來到1342 這根本就是重裝的體質 近衛的攻擊力 四下就可以抽插死垂哥了 各位自己看 1 這邊抽一掉紅豆 之後部署賽嗎 3 4 四下插死垂哥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垂哥的物理防禦是很高的 四下就插死了 超級可怕 再跟我說風敵不強 風敵搶翻了好不好 必抽啊 好 這邊我們下我們的使徒華德 再加上我們的行雄 OK 那基本上我們這一關的防禦陣容就完成了 這一關甚至你不太需要開到指揮中斷了 真的不需要 照著薩克這樣擺就對了 OK 還在跟我說風敵不要吵 風敵搶翻了 不吵 搶死了 真的 OK 那我們開啟陶靜陽的技能 一樣陶子姐不要斷 接下來這邊我們補一隻拉普蘭德 做一隻地面的法傷輸出 對 因為這一關這個地方衝鋒哥來最多 所以呢 一定要加強這邊的法傷 好 那這個地方呢 不要怕 因為我們的星雄也是很硬的 也是非常非常硬的 所以不要怕 那一樣陶子姐不要斷 陶子姐不要斷 OK 那這邊我們開啟第一個終端 基本上我們就開這一台就夠了 因為我們這個陣容只剩下我們的閃靈要放下來而已 OK 那有沒有 加上我們的小羊再加上拉普的地面法傷 錘哥馬上就死掉了 對 很簡單 非常簡單 OK 那這個地方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好 那我們一樣陶子姐不要斷 陶子姐不要斷 之後部署我們的閃力 衝鋒哥出現了 我們開啟我們星雄的技能 為什麼 不要讓衝鋒哥在這邊鬥流太久 因為 我們擋三幹員在阻擋衝鋒哥的時候呢 是沒辦法擋其他人的 所以趕快把他給消滅 配合我們使徒華的趕快把他消滅掉 那因為我們是龍門電風扇 所以路過的敵人 一樣會殺掉 那攻擊來到1064 這個也是 星雄也是很猛的幹員 真的超猛的 好 那我們完全不用怕 對 完全不用怕 鋒哥基本上只要有 法傷在打套 對 鋒哥就完全不是威脅 我甚至連最後的中端 我都也不想開了 因為我們已經贏了 真的 我們已經贏了 OK 那最後面就等這隻衝鋒哥過來 那基本上他會被小羊加拉圖 直接給消滅掉 對 直接蒸發了 拜拜 衝鋒哥 有沒有 各位 這一關根本就是殺敵迴背先鋒的 表演場 也是我覺得優勢以來最棒的 就是我目前拍過最棒的風級推坑片 真的 太猛了 真的太猛了 再不抽風敵啊 風敵超強的好不好 現在有加倍 趕快抽爆他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第五天龍門中轉戰的日記圖作業相細的影片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